我一看到你就在想 交通科看上的数字天才 怎么这么单薄 你饭吃不饱吗 我喜欢自己有点骨感美 骨感 你真是银行家的女儿 还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 还填不饱肚子的时候 你还在减肥 你脖子上那是怎么回事 有伤疤也是不敢 一个男孩子出了点小意外 枪走火了 枪伤 肥一色丝 当时的情况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感觉上就是 像被蚊子咬了一口 那是个多大的蚊子 不是我挑剔你 干我们这行的 外貌越普通越好 最好不要有任何外貌上的标记 所以我认为是 所以说是 你还对是 这就不一样 我换你 你还对一个人 就是 你还对着 在美国 底下 我现在是上海的权 我唐姐是您的崇拜者 她在广州的时候 听过您演讲 还讲了很多您的传说 我也是您的崇拜者 我听过您在市民政府时的演讲 是吗 我很高兴能和您在一起工作 不 我们暂时还不会让您工作 我们要送你去学习 我们太需要无线电人才了 无线电 是的 把你送到敌人那里去学习 中统上海无线电学校 害怕吗 我有些失望 为什么 我原以为是和您一起工作的 小朋友 在广州上 我 tower 绝不了 我原以来 我这有准备 她是她的 她还在搞定 她现在继续 她给自己 你 这声音很悦耳啊 校长 这些机器都是来自美国 老师是德国的 德国的编码程序 是目前最严谨的 暴民性强 不易于被人破语 我们还得配好码 学生的成分如何 尤其是他们的忠诚程度 我们有着严格的录取程序 这些大多是上海的 名门大家子女 那个戴杀金的女孩 怎么看起来这么严重 她的父亲 是银河银行的上海董事 这位就是布兰特教授 你好 布兰特 你好 你好 学生的情况如何 在老师的眼里面 学生都是教出来的 我们更在意的是 他们的思想的倾向 你能肯定她是共党中央 与朱茂红军的联络人吗 能肯定 今天是什么日子 想什么来什么 走 找克拉克 坐下来 船长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 有什么事就说吧 克拉克上位 你呀 耐心点吧 我今天要帮你的忙 你们英国人可真会说话啊 是 就算已收苏格兰老个强盗了 你并不知道你得到了多少 直到这一切全都时期 我只知道往你克拉克上位的抽屉里 放进去了两万美金 就算你的租借里面共产党都是大人 我的线放得也够长的了吧 告诉我 何时收肝啊 你再把两万美金拿过来 肯定就收肝 你真的拿我当肉头了 上位 不 这也不是我开的家 这封信 有个女人拿过来 很漂亮 回家都有 他说他有一个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地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当然是借两万美金 第二个是两张出国服装 我得派人去调查一下 看看值不值 这恐怕是不行 因为这是主见 而且我是执法者 也好 只要是物有所值 你是值得好景的 两万美金 买到一个中工政治局常委 这个 你觉得合算吗 是的 你好老板 妈 我哥呢 怎么了 你哥起草了营业文件 刚睡下 赶紧叫醒谁呀 又怎么了 三名外审蛋票来中央街头 中央分工 罗一龙去歌斗路机关 我哥去哈同花园旁边的陈多路机关 现在就得走 他们是哪个省的 你没睡啊 我就是睡着了 也被这个傻丫头吵醒了 谁 中央分工 罗一龙同志接待的是湖北省代表 你接的是山东省代表 我给你叫车去 好 快点 别耽误了啊 妈 我的衣服 我给你拿衣服去吧 好了 这是什么地方 隔灯路 望之地 这是什么地方 隔灯路 望之地 我一定出事了 先生 我们不去成都路了 开局县市公司 我丈夫要买双鞋 不好意思 罗一龙同志 现在关押在寻补房 那就动用我们 在寻补房的内线 不管花多少钱 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一共接触了 对方开价四万元 可以给他 关键的问题是 钱给了他 他能放出人来吗 怕就怕 人才两空了 妈 里面还开会呢 情况怎么样了 老罗呀 你说怎么弄的吧 怎么那么巧啊 他刚进了机关 这杨勋景就来了 结果别人都没事 单单把老罗带走了 看守机关的何志华 何嘉兴他们俩都没事 可不是蹊跷吗 那个何嘉兴 还跟杨勋景说了几句德语 进来吧 华为能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 该犯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共组织局主任 好立其身份的极其特殊 国艺 由南京方面 直接与租界当局联系 减少中间缓解 不公开审讯 尽快引渡 以免节外生枝 并请示处理办法 旺兄接电后 职呈校长本人 松户警备司令部 已做好了接手准备 随时听从最高命令 中统上海战 杨立人 怎么了 罗易农昨天被解压到龙华了 对方的行动迅速诡秘 武装营救的计划 完全不可能实现 最不幸的 蒋介石已经向前大军 发了电令 是死刑 这么快 中统上海战 已经提前进入了 无线电波时代 南京直接操控上海 我们以前的老相识啊 是个劲敌 你说的是杨立人 对 可惜我打入 无线电学校的内应 至今无法启用 不 我们不会给他来闻的 对于中统的恐怖手段 我们不会尖叫 我们只能是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该给他们打张牌吧 什么牌啊 你看看 看了 你会觉得有点安慰了 李清得相信 是李清 他带了人马和彭德怀会合了 当了红军团长 你想让他来上海 对 有个现成的计划 最近中央的经费 在德国银行的兑换上 出了些问题 资金周转不开了 中央只是相干苏区 把从土豪猎身手里得到的黄金 派个专门的人带到上海来 这个人必须忠实可靠 哥 你是让李清 一举两得不是更好吗 来了就不走了 让他进入红队 充实特科的力量 让他专门对付李仁 你说 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吗 好 好好 秋秋再来再来 李华姐姐 李仁回来了 李华你来一下 我跟秋秋还没玩够呢 是吧 秋秋 我是为你好 来 来 来 我的妹妹 董建昌和领袖离心离德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第四军 要了解中央的财政 海关的税收 黄金 股票期货的交易价 他们在租界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电台 他们想干什么 我还以为是共产党呢 等抓住了才知道是他董建昌干的 你说话给老董 这一次我忘了他 要是再有下次 我对他不会这么客气 你自己跟他说 再说 我说的动态吗 他呀 怎么就不能在南长好好待着呢 非要学冯逸祥 燕西山 李宗仁 跟领袖较劲 他在这么干扰中江的搅供防律 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但是 想和领袖分明 他还没那个资格啊 我已经大半年没跟他联系了 李华 你跟他的每一次见面 他给你的每一封信 我们都有记录 这样不好 在南京上层 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 这就算客气的了 就因为你是我的妹妹 手都伸到中央银行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走 别走 既然你们上海了 我就不得不对你讲了 什么事 你答应我 不要让父亲他们知道 你怎么脸都白了 他们要暗杀我 谁 共产党卫 我们接连搞掉了他们几个 重要人物 人家现在视我为眼中钉 肉中刺 不错 据可靠的消息 也许是 他们故意露出的风声 他们要派李卿来上海 专门对付我 派李卿 我已经感觉到他来了 每一个汗毛孔 都感觉到了 你看着吧 我不会受乱的 我相信我们的弟弟他 你也不会 因为 我们属于两个 施不量力的接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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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五公斤呢 是不是用错了砝码了 没错啊 你看 扔扔少了一斤 来人现在何处 在去那儿 徐妈妈 把毛巾给我 行了 我瞇眼睛了 徐妈妈 嘿嘿嘿 谢谢 徐妈妈 心情好呗 别出去把我的裤头和冰箱也给我的 你那些破完烟还能要啊 哎呀 你吓死我了 你一声你都不吭啊 你 你别乱看啊 你赶紧出去 谁系得看你啊 张得要死 臭得要命的 我把你新的身影还一裤子都挂在这儿了 你赶紧出去你 哈哈哈哈 我们虽然谈不上怀疑 可这毕竟是 是事实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嗯 怎么搞的 李青的人呢 洗澡呢 脏得像猪一样 一点都不像个红军团长 让妈把理发工具都准备好了 她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外地人 哎 我都已经设计好了 看 别把她整成知识分子 她肚子里那点水还够不上 外行了吧 这家伙 就小眼睛讨人业 会放电 拿这个玻璃盖给她隔上 看她还在干 我怎么没绝的呢 还放电 严肃点 她 怎么样还行吧 薛教官 你比我还像个上海人你说 架子好啊 别臭美呗 跟我爹一样啊 一军一民对吧 薛教官 臭美的你 领子 领子 流流流气的啊 但是也算是个公子坯子 西装一场帽 我特地给你挑的 老牌子 看在你给中央运送黄金的份上 你的制装费是别人的三倍 对了 李晴 说到黄金 刚才财务科长来过 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 是怎么回事 路上失散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 袋口是逢此的 背在我身上 外照长袍 两名交通员护送 我住交通站的时候 我连衣服都没敢脱啊 薛教官 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不可能 他是我党最忠诚的统治 他手上金过的钱 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 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明白了吗 那见鬼了 你怎么 一斤黄金真要命 你说怎么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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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行了啊 确定按照我向党保证 我把所有的黄金都带来了 我又不是没见过钱 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 一次镜角货二十一万块大洋 我扣得很我 嘘嘘嘘嘘嘘 不是不相信你 我相信你杨丽清一斤黄金 是买不走的 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 必须和项目相符 这是党的财务纪律 没办法 你出发之前 这黄金你称过吗 我称过 我亲自复合了一遍呢 对了 不过那个秤没有秤图 这叫什么秤图呀 没秤图那叫秤啊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 当时提黄金的时候 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 没有秤图 同志们就用四块元大头做的秤图 一块法定的元大头重量是七千二分 四块就是二十八千八分对吧 对 我虽然算数不是特别好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没什么问题啊 理论上是行的通的 对啊 十金黄金就是这么称出来的 还好我我我我长了个心眼 我把那四块元大头带来了 在哪儿呢 哎 我元大头呢 啥呀你 这刚穿上去的 那我衣服呢 你 你刚洗得早 全是狮子 我妈拿去煮了 煮哪儿去了 啊 等会儿 哎呀 哎呀 你去忙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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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你的吧 衣服口袋里的 瘦好了 嗯 嗯 许强 你拿着四块银元到财务科才跑一套 按照这个方法 再撑一遍 行 李清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先放一放 来 到我房间里了 我 我不 刚来上海 就弄得不明不白的什么一金黄金 我心里不舒服 你心里就这么沉不住 进来 李清 还真是晕啊 是造笔公司啊 出来的时候可扣了分量 每每银元都短了差不多一钱 嗯 看来这黄金出来的时候就短缺了一斤 哎 哎 或者曲霞啊 哎 很抱歉 你跟来人说一下 不是我们和他的错 是蒋介石的贪污政府 笑什么笑 这屎盆子如果靠到当事同志的头上 多冤啊 哎 曲霞啊 我忘了问 你跟来人什么关系啊 他是你什么人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人啊 党的人 呦呦呦 还生气了 这都是为你好 军委那边你是一枝花 这都惦记着呢 啊 你们这些管理财务的同志 这怎么那么势力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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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的人手什么时候到 八点钟准时 真是上海人 个个的门槛惊 一分一秒都不肯多给啊 你们那打仗就不看时间啊 乡下人哪有手表 我手里的枪就是手表 就是时间 哪来的手表 八道 乡下人打仗 仗子是群为群单 我这个团长要不领头上 还不成一盘散沙了 我们派定的那几个人 个个都是孤单 对上海摊非常熟悉 还用得着你画地图啊 上海摊的每一个理动 人家闭了眼睛都找得到 外行了吧 学家 这图不是给他们用的 我是画给我自己的 说服我自己 多复杂的环境啊 但凭经验肯定不行 得抽象出来理论分析 万事都有它的逻辑 非常缜密的逻辑 牵移发耳洞全身 都得换照到啊 做到万回一事 你那套正规军在上海滩行得通吗 对 我忘了 黄埔的教材你参与翻译了 别啊 我是外行 严实 王埔的理论拿到战场上是真不顶用啊 我们和对手用的是同一本教材 真所谓是学在军校 立在战场 要不我和范锡亮是同班同学 我怎么就把他逮了 怎么那么自信啊 你 要不你哥哥怎么把我调来呢 这下我跟你说 我比丽人的长处就在于 我是正规军 而且在战场上历练过 而丽人呢 整天钻影于显规之间 学了一套旁门左道 全谋教书 可说到阴谋和坏 你可不是杨丽人的对手 上海当算计了他多少次 都在最后关头被他逃脱了 杨丽人坏了 明天这第一回合 就要见分校 但愿如此 去下 真是上海人 来吧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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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然是不安 不然是ドス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我看他一直在哭 什么都不说 送他医院去了 主任 实在是共党速度太快 我们 你说你们他妈的有什么用吗 说好了张网逮捕的 可你们人没抓到 让人把劳本给掏了 守候的兄弟们 一个也没伤口 那就更羞耻了 至少 至少也得交点火吧 那也不妄中统花间训练了你们一场 把所有的情况 写成报告 明天一早 给我送过来 是 真正说 从共党此次的行动上看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意在惩处告发共党罗一农的何嘉欣夫妇 不过这也不奇怪 共党下来对自身内部的叛徒 尤为不能容忍 我不要你跟我说常识 你跟我说细节 你回答我 在武标的房间 左右隔壁是不是都是你的人 旅馆前男是不是也是你的人 这就奇怪了 共产党的行动人员 怎么会绕过你们直奔目标 前后拥落不到两分钟 就要我做了 我们原以为他们是利用了旅社服务人员 撞开了何嘉欣夫妇的房间的 到后来发现不是 他们是从旅社楼顶悬索而下 杀手以身体撞开房间窗户 跳窗而入 开枪后又顺绳索 跳窗而出 我得听 这不是谋杀 这简直就是夜战攻击 正规的陆军动作 我们听到枪声 第一时间就从两房间持枪冲出来 但是已经晚了 大概是我弟弟真的回来了 主任 您说什么 你们都来一下 让我听到她们的封面 让我听到她们的尾声 杨丽人 性格极端 生性多疑 精明强干 对国民党极其忠诚 想用心理战震慑他 让他收敛其嚣张气焰 这些方法 都没用 那你的意思 借刀杀人 雷琪 您能具体点吗 主帅咱们打不了 先展起大将 你们不是经常跟我提起的 杨丽人在上海公演局内部的 那个左右手叫杜科长 是啊 这个老八蛋 欠了咱们十六笔血债 先打他开头 搞定 好 大家分头准备 好 可以吗 这位老板 这位老板 那位老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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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我的家 你先回到 你好 你是我的家 是的 是的 我有一个人 他不说是大 我们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提到对子了吗 他主动提到的 嗯 那就达到目的了 刚才第一句说的什么 你好 你好 对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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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听话的 什么 杜桓远被法国寻谱误伤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他骂的这不是狭套吗 谁下的套 不对 不对不对 任上校怎么会这么冒失 是谁向法国寻谱报的信 肯定是他 肯定是他 他小的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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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 你来不及道别 只留下不舍的泪光 思念的烛光点燃了星空 银红的蛛泪滚落在历史面包 我要飞 我要飞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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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为祖国流淌 为祖国流淌 为祖国流淌 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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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飞